好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個代表突出的字根 那突出這個字根的話 我們先看一下這個配合圖案 那你看 這一群選手他們在比賽賽跑 那有一個人 他跑在最前面 他是不是突出來 其他後面其實大家都差不多嘛 那他跑在最前面 他突出來 這個引申出來的意思是什麼 代表他怎樣 他是最好的 他比較特別 所以這個突出 除了說他字面上的意思的話 他常常引申出來一個什麼 就是超群的 比別人厲害的 就是好的的意思 OK 好 那我底下這一邊的話 我們第一個記憶救星可以用這一個字 我們來聽一下他的發音 eminent 對eminent 對那e 這個是ex的變形 他要out的意思 所以他就突出來了 有沒有 這邊是出來 那這邊是突出 ok 那所以他的意思是傑出的有名的 那這樣子是不是跟這個字根的概念很像 就是剛剛講的 他突出來了 所以他怎樣 他比別人有名 他比別人厲害嘛 好 那底下的話 這一邊即將來臨的 那這個字怎麼聯想呢 這個有一個想法是這樣 就是說 如果你看到一個小雞準備要出生了 那那個蛋殼是不是開始裂開了 那他準備突出了 那是不是這件事即將來臨 即將發生了 對 那像這種聯想方法的話 每個人都可以用不一樣的聯想方法 那可是你就是找到一個 欸 你覺得可以把它記起來 就是說你下次你看到mim imminent im 這是in的變形 對 那你就可以把它什麼 連結到字意這樣就可以了 對 就是說這種聯想是沒有固定 所謂的固定答案 這是大家自由發揮的 那只要合理 欸 那就是ok的 好 那底下這一邊的話 這個跟上面這個概念是一樣 pro 是pro 是向前 對 那你向前突出來 對 那是不是你看他的意思是突起的 突出的 卓越的 ok 好 那右邊這裡的話 那imminent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字是pre加上一個imminent imminent 是我們先講的這個 記憶救星 對 那pre是什麼意思呢 pre是before 對 那你就想 欸 我們再回到這張圖 這一些選手他們可以參加奧運 其實他們都是各國跑最快的人了 對 那他們其實都是怎樣 很有名 已經傑出了 他們都已經imminent 那Ocean Bolt 哇 這個世界第一的 他怎樣 他還都在他們前面 pre 所以 這個就是 什麼意思 這是超超群的 就是 他比這些imminent 還在更前面 那這不是 比厲害的還厲害 那是超級厲害的 ok 好 那這樣子的話 理解 你是不是就知道說 欸 preeminent 你會用到這個字的話 基本上是比eminent更好了 ok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為止 謝謝大家